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村东头的沟渠里捡破烂 捡着捡着 突然被一个圆圆的硬硬的东西绊了一跤 他立刻爬了起来 再去看那个绊他的东西 原来是一个人的头骷髅 这时刮过来一阵阴风 吹得他直打哆嗦 他大骂着倒霉 要转身朝家里跑去 可是就在他还没有迈开脚步的时候 他看到那个骷髅头的嘴里 有一枚股钱 他想到邻居家的一枚股钱 拿到古董店卖了几百元 也就故步地害怕了 以为要捡到一个宝贝 发财了 就赶紧从那个骷髅头嘴里 掏出来那枚股钱 喜滋滋地跑回了家里 过了几天的一个晚上 天太热 他来到村边的树林里那凉 睡到半夜里 突然听到一阵口齿模糊 断断续续的声音 钱 我的钱 把它 还给我 钱 当时 原本明亮亮的大月亮 突然被乌云遮住了 整个树林 像蒙了一层黑纱 名副其实是身手不见五指 他吓了一跳 谁 你是谁 那个声音越来越大 越来越清晰 钱 把钱 还给我 钱 他心里顿时感觉不对劲 赶紧拿手电筒 朝那个传来声音的方向照去 发现朝自己要钱的 正是前几天 那个扮自己的骷髅头 他的嘴巴 正一张一盒地发出来断断续续 隐森森的声音 伴随着这种可怕的声音而来的 还有一股冷风直吹他的脖子 一直冷到他心底 当场他吓得都哭不出声来 撒腿就往家里跑去 至于跑多快 他是记不清了 只记得 到家门口 那原本紧闭的大木门 是他用身子撞开的 他的病牢父亲 看到他被吓成这个魂不附体的样子 问他怎么回事 他就把刚才遭遇的事情告诉了父亲 他父亲才知道 是因为他捡到了鬼钱 才会被那个骷髅头鬼缠住了 第二天他父亲陪着他 去村边的小沟里找到那个骷髅头 把那每股钱 重新放到那个骷髅头里 并把那个骷髅头安葬了 从那以后 那个骷髅鬼 才没有再来找他要钱 村里的老人经常说 死人身上的东西都沾有他们的灵魂 千万不要拿他们的东西 否则他们就会缠住你不放 甚至会为此索取你的性命 第二集 乡村鬼是之 悲鬼 邻居李二婶曾给我讲过一个 他亲身经历的鬼故事 不知是真是假 但他讲这个鬼故事时 表情很严肃 甚至有些恐惧 三十年前夏天的一天 李二婶去很远的一个村子里 窜亲戚 等他从亲戚家回来时 天已经黑了 好在还有月光照路 加上李二婶的胆子也大 平常走惯了夜路 李二婶年轻的时候 曾走向窜村做些小生意 经常早起晚归 才会有此胆量 李二婶在朦胧的夜色中 加紧脚步朝前赶路 走了一会儿 他来到一片树林里 借着皎洁的月光 看到一棵大树下 正躺着一个黑兽的老头 在不停地呻吟 他快步来到这个老头身边 关心地问他 大爷 你怎么了 那个老头听到他的话 目光悠悠地盯住他 有气无力地说 姑娘 我 累了 走 走不动了 你背背我吧 姑娘 你 李二婶见他确实可怜 就小心翼翼地背起他朝前赶路 可是让他纳闷的是 他感到背着那个老头 不像背着一个身体热乎乎的人 倒像是一块冷刺刺的冰 而且他又非常的轻 轻得几乎没有重量 他以为是那个老头太瘦的缘故 也没有太在意 过了一会儿 他背着那个老头来到一条小河边 那条小河由于水浅 平常的时候 人们躺着水就能过河 所以河面上没有架桥 李二婶就把那个老头放到地上 卷起裤腿 脱掉鞋子 准备再背起他过河 这时 他看到那个老头见到水 似乎很害怕 随后又惊恐地站起来 对他说 姑娘 你是个好人 我也不害你了 你快走吧 说着 他化作一股青烟 飘走了 李二婶看到这里 才知道 那个老头是个鬼 顿时吓得赶紧躺过河水 朝家里跑去 后来 他听村里的老人说 一般的鬼都怕水 那天晚上 他背着那个老头 要不是来到河水边 吓跑他 再背他一会儿 他就会加害他了 经过这件事后 他再也不敢一个人走夜路了 更不敢在夜间背人了 唯恐再碰到鬼 其实 鬼确实怕水 当然除了水鬼外 当你和鬼同路时遇到溪流当道 他可能会被水吓跑 也可能会求你背他过河 此时你也不要怕 最好的办法 就是把他抓住灌个水宝 第三集 乡村鬼市之 古平 有一年春天 村里的一个老人秦大爷 在自家地里离地时 从地里离出一个古平 他见到那古平外太畸形 看上去像一个顽童在座舞蹈状 其色泽光洁如水 十分精致美丽 只是瓶子上 没有标明是哪朝哪代的 总之他觉得一定很值钱 就是若珍宝般的 把他抱回了家里 到家里后 他把宝瓶放在自己的床头旁 日夜守着他 唯恐被别人偷去 怪事就这样渐渐地发生了 有一天半夜里 他被尿逼醒了 要去院子里小便 当时天上没有月亮 夜色黑曲曲的 伸手不见五指 他也懒得点灯 就摸黑来到院子里 带他小便回来 却隐隐约约地听到 一个女子呜呜地哭泣声 他以为是 有人趁自己去小便之际 来到屋里偷宝瓶 赶紧问一声 谁 随后他划着火柴 点亮煤油灯 借着灯光 他发现 屋里根本就没有人 而且四周很寂静 除了他能听到自己的呼吸声 再也听不到别的声音了 哪里还能听到女人的哭泣声 他想 一定是自己太疲劳了 才产生的幻觉 也就没有多想 到第二天半夜里 他睡得正香的时候 突然被一阵女子呜呜地哭泣声惊醒 并隐隐约约地听到 那声音似在诉说 求你们 不要砍我的脚 我还要用他跳舞 求你们了 在寂静的夜里 这种声音显得格外悲戚和慎人 听着听着 他浑身的寒毛一下子都竖起来 以为是来了小偷 他没有敢出声 也没有点灯 他想 这一次不能再让他跑掉了 一定得抓到他 他仔细地听了一下那声音的来源 突然发现 那哭声 正是从床头边的瓶子里传出来的 他才知道那瓶子 根本不是宝物 而是邪物 也不敢再听下去了 把腿就朝屋外奔去 天亮后 他才敢回到家里 看到那个骨瓶还完好如初地摆在床头边 就战战兢兢地用不包起他 来到地里 重新把他埋进了土里 后来他把这件事 告诉了一个懂阴阳的人 那个懂阴阳的人告诉他 那个骨瓶里 一定附身一个舞女的怨念 他在活着时 被人砍去了双脚 他不甘愿就此失去双脚 他的鬼魂才会在骨瓶里作祟 阳间的人要是得到这个骨瓶 不及时把他送回去 他就会借此出来作祟 甚至会索取这人的性命 这种东西就是个邪物 听到那个懂阴阳人的一番话 他不禁性庆自己 及时把骨瓶放了回去 否则就会被他所害 从那以后 他再也没有拿过地下出土的东西 因为那些东西 很可能就是古人的怨念 注入其内 得到他的人 弄不好反被他所害 第四集 乡村鬼市之鬼饭 村里有一个以卖羊为生的村民 他曾吃过一顿鬼饭 至今想起此事 仍让他心有余悸 那是五年前 夏天的一天 他开着三轮车 去外面卖羊 由于那天的生意特别好 他卖了一车羊 直到天色很晚了 他才开着三轮车回家 在经过他外婆住的村子时 他想到很久没有去看望外婆了 就开着三轮车去了外婆家里 到外婆家后 他看到只有外婆一个人在家里 而且他觉得外婆比以前更瘦了 只见他的双手 瘦得只剩下了皮包骨头 根本就没有肉 脸色也异常地苍白 没有一点血色 走起路来也轻飘飘的 好像没有一点重量 更让他感到那么的是 外婆养的那条大黑狗 看到外婆 似乎很怕他 直吓得呜呜地叫着 钻进了柴草垛里 不敢再出来 要是在平常 那条狗 总是形影不离地跟在外婆身边 显得很听他的话 外婆看到他 微笑着问起他母亲的近况 他告诉外婆 母亲很好 只是时常会挂念他 随后他又问起外婆最近的情况 外婆告诉他 他过得很好 也不寂寞了 整天和王家大妈 李家婆婆 孙家大神等人在一起玩 听到这里 他吃了一惊 因为外婆说的这些人 早就死去很多年了 他又怎么会和这些人在一起玩呢 随后又一想 可能是外婆年纪大了 糊涂了 才会说出这些没有根据的话 就没有多想 外婆把他让进屋里 要他坐在凳子上歇息 这时他看到屋里的墙壁上 到处是黑漆漆的污垢 像是火烧过的痕迹 不禁好奇地问道 外婆 这墙壁上 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污垢呢 外婆叹了口气说 昨天 我做饭时 不小心着火了 就烧到了墙壁上 说着 他便去厨房里 要给他做晚饭 过了一会儿 外婆就做熟了饭 并叫他来厨房里吃饭 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他来到厨房里 看到厨房里的墙壁上 同样也满是污垢 随后又看到白面膜的磨皮 已被烤得黑乎乎的 锅里炒的菜 也是焦黑焦黑的 外婆面带歉意地说 孩子 都怪外婆用的火太毒了 才会烧焦了饭菜 将就着吃吧 他见没有办法拒绝外婆的诚意 就拿一个膜 接去烤得黑乎乎的磨皮 硬着头皮吃了一口 觉得胃同嚼辣 异常难吃 又用筷子加了一口菜 发现菜里根本就没有加盐 一点也不咸 他皱了一下眉头 随后就放下膜 割下筷子 不愿再吃下去 外婆看到他不愿吃饭 就拿起另一个膜 替他接去黑乎乎的磨皮 递给他说 孩子 你吃这个吧 这个一定好吃 他从外婆手中接过那个膜 无意中碰到了外婆的手 感觉到他的手冰凉冰凉的 四死人的手 没有一点温度 他担心地说 外婆 你太冷了 去穿件衣服吧 外婆朝他诡异地笑了一下 说 外婆不冷 孩子 你快吃吧 吃饱了 好赶路 他见外婆 一个劲地催着自己吃饭 加上天色已晚 自己忙了一天 确实饿了 待会还要赶路 就固步地磨胃难吃了 硬着头皮 接连吃下了三四个 又吃了一碗菜 待吃过饭后 他又对外婆叮嘱一番 要她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外婆悠悠地说 我在这里很好 你不用惦记 就是我太想你母亲了 过几天 我去把她接过来 跟我做个伴 听到这里 他也没有太在意 只是说 外婆 你要是想我母亲了 过几天 我把她送过来 和你做几天办 说着 他辞别外婆 开着车朝家里赶去 到第二天 天刚亮 就有人敲响了他家的门 他起了床 开开门 看到表兄站在门口 连忙问他 表兄 你怎么来得这么早 表兄哭丧着脸说 我是来报丧的 前天 我们都去地里交地 让你外婆在家里做饭 结果他不小心 把房子烧着了 他担心地问道 外婆怎么样了 表兄接着说 你外婆被烧死在屋里了 听到表兄的话 他想到 昨天夜里 在外婆家看到 墙壁上的黑污垢 和那烧焦的饭菜 惊呼地说 昨天夜里 我还在外婆那里 吃她给我做的饭菜 她怎么可能死了呢 表兄不能置信地说 自从你外婆被烧死后 她的尸体就放在我家里 先在那个院子里 只有她生前养的 一条狗在看家 就再没有人敢住在里面了 今天早上 我去给那条狗喂食 发现你外婆被烧死时 做的一顿饭菜 被人吃掉了 那些烧焦的饭菜喂狗 狗都不吃 就一直搁在厨房里 没有被扔掉 没有想到 居然被你吃了 听到表兄的一番话 她心里直觉地恶心 就一个劲地呕吐 恨不得把五脏六肺都要吐出来 过了几天 她生了一场大病 等她病好了 有一天早上 她做熟了饭 照常去母亲的睡房里 喊她出来吃饭 就在她走到母亲的房里 却看到母亲 已躺在床上 直挺挺地死去了 这时她想到外婆的话 知道母亲是被外婆带走了 也不觉得那么的悲痛 反而很踏实地 操办了母亲的后事 好了 今天的故事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听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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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大家的收听观看